刚开始见到杨子对他印象不是特别好 戴着墨镜也穿着黑的衣服 反正跟一般的演员不太一样嘛 你是不是那会儿也看他不来的 说真话 第一次见他 吊了哇鸡的 他演了一部电影 我还演了一部呢 只是他的片子大 我的片子小而已 黄胜以演员观众的身份除了演员以外 还有一个是航门儿媳 他与杨子的感情 曾经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网友们也都很好奇黄胜以嫁入皇门后 过得到底怎么样 黄胜以的儿子在上节目的时候 展示出来的私人滑雪场也是看待了众人 鲁玉曾经问黄胜以 一个月多少零花钱 当黄胜以比出一个数后 鲁玉都吓猛了 果然是有钱人 传言中还有一年有两个亿的这种零花钱 就更会觉得可能姐姐是不是来玩票的 哎呀我要跟所有的女性 还有所有的就是特别是有孩子的女性 朋友说